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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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其实这首置上车盘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只可以香港人買,只能購買給香港人 不過價錢沒便宜給你 現在林鄭有這兩件事 首次上車盤就是 除了只有港人可以買 或者賣給首次的人之外 她還想一件事 同市場的價錢脫鉤 可能是市價的二、三折 去賣出去 大家想一想,這件事是否合作呢 我說過很多很多很多次 政府是沒有責任幫市民置業 政府是沒有責任幫市民置業 你不要搞錯 第一件事 我想問一下,如果只是市價的二、三折 那政府就虧了 你何來可以二、三折 能夠建造房子 那你只是用公帑補貼一些抽籤中的人 那你為何不派錢給他呢 你抽到錢給他 你買三百尺的單位 你給兩折可以,三折可以 你那個貸款政府幫你包底 甚至一件事,不需要貸款政府幫你付 那就可以了 不用搞這麼多東西 為何要這樣做 還有一件事 你如果用公帑去補貼某小撮人的話 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我賣了房子三年,為何不可以是手指呢 為何要賣了房子五年才是手指呢 還有一件事 我只能賣給手指 如果到時手指少的話 那我賣給誰是否政府拿回 那你的市場就是封閉式 就是手指賣給手指 就是手指賣給手指 還有一件事,價錢不能移動 那誰可以搞 如果現在說五百萬的房子 他一百萬賣 但是他永遠只有這一百萬 這個樓宇不會升值 這個樓宇不會升值 但是你不要忘記 香港可能有很多人是手指的 那很簡單的 但是你不要忘記 香港可能有很多人是手指的 那很簡單的 我家裡找一個人做手指就可以了 其他那些不是就搞定了 是不是 你不讓我住嗎 你不是告訴我 爸爸媽媽,弟弟妹,姐姐都不可以有房子 是吧 很多可以攻擊到的 還有一件事 那誰買居的 那誰買居的 每個人都不手指就好 這麼便宜 現在你看 在草紅村那個 470多呎 都347萬多錄表價 但是如果你說的市價是兩折 一塊而已 就是一百萬而已 那誰買居的 其實是有人會買居的 因為價錢會升 你升水可以賺錢 但是他的你是死了 你一百萬買回來 你只能一百萬賣出去 或者你不知道跟一個什麼的通脹去增加 可能一百萬 升到二百萬 要十五年的 那找你買就可以了 是不是 這件事是說不通的 我們說了 為什麼 任何的香港政府的官員 都覺得一定要為市民去置業 而特別是手指 二指就不行 為什麼呢 這個概念要改 政府是沒有責任幫任何市民去置業的 但是 你要令到他們 年輕的時候 他曾經付出了 老有所依之餘 你要令到香港的地產不產生泡沫 影響整個經濟 這才是政府的任務 是不是 你簡單說 多建一些公屋居屋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香港不是沒有樓買的 你不要搞錯 是買不起的 是不是 你現在去買的 你三百多萬一百二十五隻 你買到的 你不買而已 香港現在不是沒有樓買 就買不起 是不是 林鄭這個方法 就是等於 將這塊東西 和市場 脫了 就是脫了出來 簡單說一句 不是公屋 又不是居屋 又不是私樓 為什麼呢 特定首置的人士才買到 只可以賣給政府 或者首置 政府是我說的 因為如果只賣給政府 政府很嚴重 就是免費給別人住 就是免費給別人住 還有一件事 價錢 可能比通脹還低 去升的話 那就是這塊東西 是封鎖了 不存在 不流通 那就是等於我們最早說的概念 你將 你用不同的 policy 對不同的 sector 的樓 就能解決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從來沒有人說 公屋的價錢有問題 的租金 只不過一件事 起得慢 居屋開始有人說 因為它的樓價 會升上去接近私樓 私樓 300多萬 那些 就標到500多萬 有人說 800多萬 標到千多萬 有人說 二、三千萬 以上 沒有人說 因為這是豪宅 只要我們在不同的segment 有不同的 policy 有不同的價錢的策略 市場自然 抹開 就可以等於你這個手指解決了這個問題 為何政府不可以想這件事出來 我真的不明白 要想這件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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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直接付錢 就行 我們說過 你付錢去買私樓便行 你付錢去買私樓便行 你付兩至三成 其他政府包帝 說完了 為何這麼複雜 要蓄樓 又要草擬方案 又要過立法會 等等 其實今天的樓價 和九七是很相似的 很多人都說樓價不會大跌 我從來都不相信這些 我覺得萬事俱備 只欠加息 樓價已經上去了 如果加息離開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香港樓市必定跌 不過我沒有水晶球 我不知何時跌 你想想 開始已經退南迷流 一百六十尺 三百萬 差不多兩萬元一尺 一萬百元一尺 這些樓價不是瘋癲 是甚麼 差在 未加息 未弄死你 現在你應該想方法 令樓價慢慢曲線地跌下來 而不是推手 輕重不斷 建公屋 居屋 然後每一個不同的segment 去推出不同的策略 告訴市場 這一類型的樓價值升那麼多 我就會打 豪宅升多少 我都不會打 不同的樓 限制了 有不同的on japan 就可以了 以前英國政府都這樣做 新界土地不同 商業地不同 工用地不同 為何香港政府不可以這樣做 樓價一樣可以 是不是 如果不是 你只要樓價一邊標加息 就死掉了 你推他手指 這樣的 所謂 脫勾式樓價的手指 並不能幫助真正香港的市民 好嗎 大家在下面看到 因為之前 我們在這個 香港 麥麥香港 股市漫步 就有講財經 只不過在YouTube 反應其實很差 後來我們轉了 做中國民心 香港民心 但是 最近有朋友跟我說 不如你寫blog 所以我覺得 不如分開 因為這樣 很混淆的 中國民心 香港民心 就是講香港 中國 老百姓 日常生活的事情 是講民心的議題 而是YouTube 而麥麥香港股市漫步 就是講財經 只是做blog 不會做YouTube 你們要看的話 很簡單 要是在你的遊覽器 輸入 麥麥香港股市漫步 或者直接輸入下面的網址 你就可以看到 希望大家多點留言 都是新的 裡面有無二投資組合 希望大家多多給意見 好嗎 希望大家注意身體 看好老人家 自己和小朋友身體的健康 還有 如果 你們的保險是不夠的話 麻煩你加回 因為現在的癌症 退化性病 很猖狂 40多歲 也有 30多歲 也有 B生都已經不出奇了 好嗎 希望大家周末快樂 在周末我會再推出 1-2個中國民心 香港民心的節目 今天就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